今天來到長洲來做什麼呢? 今天我是來開龐 因為我在長洲發現到 原來這裡有得開龐 它一百元一隻龐 開了一個龐裡面有珍珠的話 就可以加錢 可以把它箱在一個戒指 吊嘴或者耳環上面 還有保證你開一隻龐如果沒有珍珠 開到有為止 究竟我開了一隻龐 會不會開了一隻價值連成的珍珠呢? 真是不知道 現在立刻去見識一下 Let's go! 現在就在這裏 剛剛在裏面抽的一隻龐套 對 你選吧 就這顆 好像叫生蠔一樣 對 通常一隻裏面 最多可以有多少粒? 2-3粒 2-3粒 我看到有一粒 這個 是不是算幸運? 還是不算幸運? 每一隻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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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養蠔的過程 很少說沒有 這粒上算漂亮 很圓 這粒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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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一粒是只有一隻嗎? 這麼大粒應該是 如果兩粒小粒 如果有兩粒都是小小小的 沒有 這粒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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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粒不是這粒 好像人家的大粒 好像人家的大粒 每一粒都好 我以為有四粒 我以為有四粒 才有四粒 剛剛拍攝了 開捧的過程 選了第一隻 之前就已經有珍珠 然後 芯末有好圓 師傅說 那些養殖場的珍珠 通常都比較圓 我選了一個手簾 結了一個手簾 總共有兩百百五十元 連這一隻 100元 加了約百百五十元 你可以有手簾 今天的體驗很好 原來尋寶不一定掘地 開珍珠棚也是尋寶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長洲 一起開一下棚 挺特別的 這個體驗值得推薦 現在就真的跟前輔去掘地 好 下次見 拜拜 今天打算來長洲掘地 但怎料一天有 剛剛去開珍珠棚 這裡發現有福袋 因為現在是聖誕節 這裡的福袋 100元的價錢 有200元的驚喜 這裡有兩種福袋 一種就是 普通的福袋 一種就是 Merry Christmas的福袋 即是聖誕福袋 店員說 其實聖誕福袋 一定是家裡用不到的東西 但是 這些普通福袋 可能是用不到的東西 現在不要緊 我只要兩個福袋買回去 開箱 看看 究竟買了什麼 我猜都是這些 這些 這些毛毛的 現在就 選了福袋 我選了一些重的 我先去看看 這個輕 這個輕 我選這個 放在門口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少人選的 可能貴重一點 上面那些 這些應該 小人拿到 才貴重一點 就這個 好 賣單 福袋 我特意選一些比較重一點 希望有些 實在一點的東西 看看是什麼來的 逐件逐件 拆給大家看 什麼來的呢 這些是什麼來的 發夾啊 完全夾不到什麼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個海綿是 怎樣 洗臉的 這個海綿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什麼 Fighting 啊 先擦擦一下 這個是什麼來的 應該是那些 風水陣的 較勞 沒有了 麵模 盧�ast 兩包 放放盈 幹一點 żyk 是不是需要 就是狂門 蠻鹹 蠻鹹 沒有啊 其實一百元就 出了這些東西 一百元就只有這麼多 我覺得它沒有二百元的驚喜 不要緊 期待一下 聖誕的福袋會不會好些 這個是什麼 頸巾還是衣服 兩個 兩個嗎 這是什麼 噢 枕頭 枕筍袋 兩個枕筍袋 應該有 兩個枕筍袋 發夾 這個好像 有價值一點 這個是手鏈 手鏈 都是發夾 喂 中伏鏈 中伏鏈 又是 沒有了 沒有了 又是這個 翻簡 又是翻簡 不過這個就是 紫色翻簡 翻簡 完了 沒有了 好 這個 福袋 開箱 完了 二百元 大家覺得值不值 見仁見智 大家抽福袋 都是求個 開心 還有求一個祝福 不要緊的 下次希望抽一些好的福袋 這條影片 差不多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 特色的商店 或者特色的玩意 想我玩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你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